国立清华大学6月5日举行毕业典礼 大礼堂挤满了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与家长 特别的是有位乔生从大一开始存钱 希望父母能到清华参加毕业典礼 今天终于实现梦想 这件事情想了很久 从大一之后打工之后 有考虑到这件事情 想让父母来看一下 儿子在大学四年的生活是怎样 雇一下一天花多少钱 一个月多少 其实每个月好像没有订额 看到爸爸工作也很辛苦 后来可能来了之后就想说有工作机会 然后可能就自己打一点工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训练说自己一个 让我们邀请清华大学贺程鸿校长为所有毕业生带来勉励及祝福 在各位面前的旅程正要展开 包括知识的旅程 人生的旅程 人生的旅程都将溃立多彩 清华的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君子 君子或者狂或者捐 但是君子不弃 意思是说不局限在一个知识领域 不局限在一个地域一个年纪一个种族一个社群出身的视角 至今以后各位或许不会经常听到看到孝训自强不惜后得载物 但是希望大家将这八个字铭记于心 以自强不惜勉励自己保持不断虚心学习的动机 以后得载物勉励自己 跨领域的目的是创造自己和人群更大的价值 清华今年邀请校友工业技术研究院长刘仲明在典礼中致辞 在地思考全球行动就是Think Locally Act Globally来当主题 那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讲反 是不是应该Think Locally Act Globally 那这也就是我今天特别以这个题目 来向我们新毕业的同学来分享 我想今天跟各位讲这些年的经验 跟学弟学妹们共享 我们对学习要执着 我们有学位不要被蒙蔽 我们对社会的现象应该就事论事 我们对于问题要有观察 但是我们需要恢复到自然 让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在明亮之行 让我们对于社会现象就事论事 研究所毕业生致辞代表 动力机械所黄静一分享了 在清华六年的回忆 从小大一演化到老屁股 像活化石一样记忆着清华 或许我们会像狗王黑嘴一样 慢慢淡去 清华留不住我们 但我们永远是王者清华 虽然没了社团 不过内心有满腔的热血和抱负等着实现 期待跟老师学习 以理论为基础 在学术上 食物上有所突破 当时就像动物方程式中的狐狸 刚穿上新买的制服 意气风发 看期刊论文 跑模拟做实验 氧细胞写问卷 不一定拿手 可是都很新鲜 学习怀抱热情的东西 永远不会是个错误 我想清华不是光环 清华是态度 一个诚实研究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愿放弃的态度 这难能可贵 毕业典礼中也颁发象征 毕业生最高荣誉的每一期奖章 其中来自海地的巴斯田 是历来第二位 获此荣誉的清大外籍生 今年清华大学毕业生 共有大学部1780位 硕士班1800位 博士班313位 秘书处采访报导